大家好 大蘿蔔 準備來做好吃的蘿蔔糕 以前上班的時候有吃過 那個味道真的很香 然後朋友有跟劉良跟我說 蘿蔔糕好吃 我今天來試一下 因為自己沒有做過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蘿蔔 香菇 豬肉還有蔥 媽媽你在幹嘛 大米粉 做蘿蔔糕給你吃 鍋裡面有一點水 蘿蔔糕是什麼 這個蘿蔔糕 蘿蔔糕 蘿香菇蘿蔔 蘿蔔糕炒得軟一下 趁這個時間把豬肉跟香菇除一下 香菇給它切成冰 現在火比較小 我這個可以慢慢切 這個乾香菇 這個乾香菇剛才有泡了一下 這個肉切有點突然 稍微再砍一下 這個蘿蔔糕 這個蘿蔔稍微炒一下 它水光也出來了 撈起來 鍋了倒點牛 香菇跟豬肉跟香草一樣 也要香 香菇下去 稍微炒一下 魚油 火鍋 鴨粑 油 鹽 鹽 炒油 葱外子放下来 放一下 我第一次做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米粉要换多少 然后现在就按自己的话是来弄一下 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成功 这个清水 这个半斤浓化呀 有点干哦 水再加一点 这个搅拌的差不多了 给它倒到萝卜丝那边 我感觉有点稀哦 应该大米粉要再加一点 就给它放均匀就好了 倒在这个盘子里 倒在这个盘子里 稍微仰弄平一下 这个差不多弄平了 因为它比较大盘 大概要蒸30分钟 它起来还不错 现在有点烫 然后稍微切一点 先拿过去吃 可能等粘子 可能等粘的时候会比较硬吧 现在太稀了 因为萝卜太有水分了 形状不好 太稀了 没什么形状 不是特别成功 味道挺香的 萝卜香 还有那个香菇香 先拿过去吃 这个换个粘 就是有点烫的 肉 好吃吗 它是一样 鸡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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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